最近黑暮空的網上電腦遊戲是很火紅的 歸了結底,中國傳統文化的軟實力很強 因為這些電腦遊戲或網上遊戲 除了少數是憑空的所謂駕空小說 即是憑空創作出來以後 其實大部份背後都有一些文學元素 當然黑暮空不是完全跟西遊機 但是他都拿了很多西遊機的元素 或者故事的底本在裏面 去做一個二次的創作 所以我見到一個軟實力夠強 傳統文學和文化夠強的一個社會 或者一個國家 他去做一些新的二次元文化的時候 其實他背後的資源是很豐富的 是可以做得很好 吸引到很多年輕的或者中年的玩家 去加入其中的 這是大家不要低估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既然已在一 Eu你 谢谢大家